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五的行情其实美国的就业数据在八点半纽约时间公布的时候还是非常的不错 应该说是比预测整整多了十万人 这个数据应该是在我记忆当中是非常让人亮丽的 但是当时的标普500的反应却是下跌了四个点 这个让我非常感到奇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股市出现了一个急速的一个平开的一个走势 接近微幅的平开 然后快速的一个上涨 最后把周四的负面的差不多150点的全部 赵穹指数150点的全部涨回去了 而且走势来看的话 从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牛气 来我们看图二这是IBD的一篇文章 它是讲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就业数据 我们可以看图形来看是非常非常不错 那么周五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造成了这个股市对于这个这么好的经济数据不敏感呢 来我们来讲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一开盘的时候 市场认为这个数据那么好 美联储会不会退出量化宽松三 一个月的80亿美金的这个债券的回购计划 是不是要提前结束 可能12月就结束 所以股市呢是处于低开了一个走势 好消息却变成了坏消息 那么但是第二次呢 在市场上开始逐渐读这个经济报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却出现了一个连续冲高的一个走势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市场的分析师解读了这个就业报告 说没有想其实没有表面上数据所表达出的这么强劲的一个数 这么强劲的一个经济的信号 美联储可能会考虑不在12月退出量化宽松三 还有一些反应啊 就像金克莱姆说的 市场上已经更多了忘记了美联储 而把市场就是关注的重心啊 放在了真正的美国经济的复苏当中 而不是美联储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第一种数据呢 出现了并没有想象那么强劲 由于很多工作啊 由于大量的一些原来在寻找工作的人 这些退出了这个寻找工作的一种 呃队伍里边那么造成这个呃 呃就业的数据看得非常好 同时第二个大量的工作数据呃就业机会来自于 呃半职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工作的就业机会都是来自于一些低收入 比较低薪水的一些工作岗位 所以其实美国的经济数据并没有想象的周五啊 最后呢就是呃整个的呃 呃这个股市的图形啊 当然大家这很多体验的东西 都很够有本当超多这方面呢 到达古东上美国的部队 颁度 Hos reck 各股出现回落 包括一些utility和一些消费者驱动的 这些板块出现强劲的一个上涨 这说明市场更多趋向于防守 但是无论怎么说 我们来解读这个周五的就业数据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个笨级来自于市场 对于美联储的一种依赖 和对于真正的经济数据的这种解读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和我分享了一个上周五的一个行情 好 我们下周同一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